罪汉追打袁警 不但一路追进警局还摔坏了电脑 离谱的情况就发生在台北市松山警察分局 16号凌晨2点多 有一名阳性技术教官 当时喝醉酒他要回到寝室休息 结果在路口有人一次喝多了大声喧哗 他出面呵斥引起了对方不满 7个人又追又骂 而袁警最后是逃回了松山分局里面躲避 没想到一伙人也跟着冲进去继续吵 还撞倒了派出所值班台上的电脑荧幕 虽然当场被压制住 但却只有书写毁过书 没有依法送办 基层爆料现在事情才曝光 质疑警局是包庇 这不但让署长震怒 分局长也紧急灭火进行处分 年轻人气冲冲接连跑过马路 要找园警理论 最后这个人还差点被车撞到 挥了挥手继续狂追上去 一伙人就这样追进了警察局 阳性园警怕被追打 躲进了警局 清明喝了酒的男子 跟着进来 就在分局一楼派出所 开始大闹 值班台突然闯进了罪汉 副所长连鞋子都来不及换 穿着拖鞋就上前制止 其中一名男子浑身酒气 大声叫嚣 就是这个疑似挥拳的动作 竟然摔坏了派出所的电脑荧幕 离谱情况就发生在 16号凌晨2点多 阳性远警喝醉酒 要回分局的寝室休息 搭计程车刚抵达分局前 就看到路口7名年轻人 也是喝醉酒大声喧哗 他大声喝止 引起对方不满 一群人追了上来 做事要打人 就这样一路追进了分局 派出所大闹 夸张的是 事隔快一周 基层远警PO文爆料 整件事情才意外曝光 阳性警员看着对方人多 他就冲到分局里面来 然后去想要息事铃人 分局长紧急出来灭火 强调当时罪汉只是不小心撞到荧幕 并不是故意 已经要求携毁过书并且赔偿 不过基层远警就质疑 第一时间怎么没有依法送办 因为刑法上的毁损罪 是有分 他是故意的 故意毁损才有所谓刑法上的问题 到底是理亏不敢办还是想冷处理 分局长强调已经进行调查 绝不护短 而闹事的杨性远警 平时担任分局体系教官 出了问题先躲进警局 想息事宁人 现在不但被寄过调职 不再担任教官 而派出所没有按规定回报 所长一样得接受申介处分 记者王震杨文豪台北报道 扎神教扎过头 结果导致神教起火 19号下午有神教镇头 要到台中乐成功进香 点燃轿子底下的鞭炮 突然间正哥烧了起来 轿子陷入火海 还有一名教班人员被炸伤 还好是只有受到轻伤 乐成功表示 当时信仲要攻迎妈祖 还会在神教的底下放鞭炮 没想到鞭炮火花 烧到了神教等等 八仙彩的固制装饰品 下午会也会注意相关人员 提醒避免燃放过多的鞭炮 信仲欢天洗地放鞭炮 迎妈祖待下一秒 瞬间农烟密布冒出紫红色火光 神教还断成两截 监视器画面拍下 在妈祖神教抵达之前 信仲把鞭炮叠成一堆 等到妈祖神教就定位后 点燃鞭炮鞭炮火花 又点燃了妈祖神教上的布置装饰品 瞬间起火燃烧 原来这座神教是台中建国市场圣母宫的教班 是从乐成功分铃出来的 每年都会到乐成功进香 19号小午就在智林庙口约70到80公尺处 有信仲要恭迎妈祖才在神教底下放鞭炮 要炸神教象征越炸越旺 但没想到这回旺过头神教被炸掉了 还有一名教班人员遭到炸伤起水炮 索性没有大碍 现在也有庙宇在静香时改用电子鞭炮 环保且降低伤害的可能性 乐成功董事长也表示 经过这次的炸神教插曲 将会提醒相关人员 下次放鞭炮时得注意鞭炮的数量 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 记者言论陈时节台中采访报道 天气讯息来关心 今天树立机台风离台湾最近 外围水汽顺着东风进来 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 宜兰跟新北市的山区 发布了大雨特曝 东半部也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不过西半部地区天气依旧是晴朗的 而在中南部的山区 不排除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到了礼拜天华南水汽移入 这降雨渴望再增加一些 而到了下礼拜四 还会再有一波封面通过 就有气象专家说 这波雨势 可能是进入梅雨季的前奏 只是这波封面 预估它移动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水库要解渴恐怕很难 太阳高挂 天空放晴 西半部地区一扫就热乎乎 但反观东半部一带 台风外围水汽移入 阴雨绵绵 东雨西汗两样起 但午后天气不稳定 尤其中南部山区 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震雨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就在脸书说 看见彩虹 有夏天 对流性降雨特征了 现在就等中南部的彩虹陷踪 不过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和周日的华南云系 恐怕都难帮水库 真正解渴 通过台湾的上空 目前的资料显示 可能水汽的状况 都有稍微减弱的一个情况 不过整体来说 还是会 这两天还是会 为台湾附近带来水汽 但是整体的量值 并不会太大 气象局预报 周四到周六 东半部和北部山区 整天不定时 会有些局部短暂雨 中南部山区 午后也可能出现 局部短暂雷震雨 也不排除会有小尺度对流 但范围不会太广 得到了周日 华南云雨区东移 北部和东部 水汽会再增加一些 中南部山区降雨 也不局限在午后 但很快的到了下周二 水汽就会减少 不过周四会再有封面报到 有气象专家说 这波雨势 有机会是进入 梅雨季的前奏 封面结构虽然好一点点 可是它移动的速度很快 晚期的资料 目前看起来 其实梅雨季 真正要开始的时间 其实可能还是要落在 这个五月中下旬 特于五月二十号之后 台湾水情持续拉警报 但短波降雨 难解汗像 要水库真的 有水进账 恐怕还是只能期待 梅雨季 天降甘霖 严重的空污 不仅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还有可能让森林里 原本有意健康的分多金 转化成PM2.5 根据中研院 跟这个 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 跟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 在西头进行长期的研究发现 许多中西部的都市污染物 随着地形风场 飘散到西头林区之后 跟森林中直接排放的 有机气体 产生了化学反应 变成PM2.5 这显示着空污样 恐怕是已经超过了 自然环境可吸纳的程度 远离市中心空污雨吵杂 不少人喜欢到南投的西头林区 来趟分多金浴 但小新 你吸入的恐怕不是分多金 而是危害健康的PM2.5 这个氮氧化物 在紫外线的作用底下 它会分解 然后变成氧化性的物质 它会和分多金发生化学反应 本来是气体经过化学反应以后 就转化成了微粒态的物质 它是PM2.5的其中一个成分 中央研究院环境变先中心 和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 从2015年开始 就在南投西头进行长期研究 在现场设置侦测仪器 结果发现西头林区的空气中 还有高浓度的有机硝酸岩微粒 也就是PM2.5的成分之一 专家进一步调查发现 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中西部的都市污染物 像是工业和交通废弃气 随着地形风场飘散到海拔 1200公尺的西头林区 在跟西头林区中 植物排出了有机气体 两者产生化学反应 进而产生PM2.5 这意味着空污量已经超过 自然环境可以吸纳的程度 而且危害自然生态 不要让太多的车辆 直接进到森林环境 我们可以用电动巴士的方式 做接驳 让森林环境减少 直接暴露在空气污染的 冲击的风险 专家提解套方案 但还是需要全民配合减少污染 别让有益身心的分多精 变成有害健康的PM2.5 记者葬不倒 手机掉进日月坛还能找回来 而且还可以继续使用 日前有个男大声到日月坛游玩 没想到拍照的时候 手机不小心掉进坛中 经过了一个多月 被人拾货 物归远主 而神奇的是 手机没有装防水袋 竟然没有损坏 还可以正常的开机使用 也让民众觉得 实在很不可思议 手机外壳沾满泥沙 但红色手机却毫发无伤 还能正常使用 原来它曾经掉进日月坛中 是个多日终于被人寻货 落水一个多月的手机 重新回到主人身边 连施主的妈妈都直呼好幸运 结果竟然可以找得到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也很感谢很感谢 帮我们找到手机的陈先生 史上最贵的苹果果然值得 手机适而复得 还能使用真是不容易 不过好端端的手机 怎么会出现在日月坛里 原来施主是一名男大生 趁着228廉价 和同学到日月坛游玩 但拍照的时候 手机不小心掉到坛中 经过一个多月 因为干旱的缘故 被消防队员找到 在附近在捡垃圾 发现那个手机的镜头 是泥土 然后把泥土擦干净之后 反正这是一只iPhone手机 这个月13号 消防员到日月坛参加演习 结束后却在水射码头附近 发现疑似手机镜头的反光 结果果然是一只iPhone手机 后来交给竹山分局 当警察的哥哥 凭着手机里面的信卡 终于找到施主 跟他说的前因后果 他才就是接受 然后相信我们不是诈骗集团 然后才来我们这边零手机 经销兄弟合力 如今手机重见天日 尽管没有防水套的保护 依旧完好无缺 也令大家责责称奇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